底下一个问题 在请问 不能坚持每天念福 受自己的业障吗 应如何克服 这个确实是自己的业障 克服一定要靠自己 用什么方法 把自己这个道心激发出来呢 过人的缘分不相同 但是多分来说呢 如果你真正知道地狱苦 真正知道现实生活苦 这个地球 现在社会动乱 灾难频繁 你还有兴趣在这里 多住几年吗 如果你真正了解了 像我 我不想住了 为什么呢 现在住在这个地球上 过的日子不是人过的呀 你说怎么不是人过的 同一个饮食 我们每天所吃的 所喝的水 都有毒啊 吃肉似的 你就看那些 那些动物怎么长大的 植物 科学家把基因都改变了 虽然长得很好啊 样子好看的 不是味道啊 这个农耳根 严重的 农药化肥 所以农民自己他不吃啊 他自己吃的 它是另外种一小块 自己吃的 这些用农药化肥 他都卖市场 他晓得那个毒很重 但是他会不会中毒呢 我相信他会 为什么呢 他把毒去卖去毒别人 这个果报不好 你害人最后必定你自己也造果报 佐料 酱醋油盐 里面统统加点化学东西 看得很好看 颜色很显明 味道不对了 多吃了都会致癌 实际上癌症这么多 癌的种类这么复杂 怎么会有这个现象呢 古人家的病从口入 祸从口出 吃出来的 你真正了解这些四世真相 这个世界 不能住了 那么道心就发起来了 这个世界不能住到哪里去 到极乐世界去 念佛 那就变成我们比什么都重要的一桩 打死了 我们希望朋友家庭眷属 希望我们的愿情债主 一起 往生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那边环境在真正安全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解答就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